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以上就是自然界项目组 对于下一季度的广告的创意提案 以及媒体断网提案 各位有什么样的看法 现在可以提出来 挺好的 我觉得自然界能够选择 跟我们再次合作 说明我们让客户还是很满意的 上次合作也能看出来 这家公司还是效益很好 旅行能力 旅约能力都很强 跟他们合作别的不说 风险比较低啊 我们这边还挺厉害的 你觉得可以就可以 那就这么定吧 既然石总主动找到了破牌 那么这事就由破牌来总负责 汤姆 你尽全力配合 放心 还有别的议题吗 如果没有的话 那大家先去忙吧 您要帮我收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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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莉莉姐 自然界那个案子 你就那么便宜 那个破牌 破牌这也是为了公司好 再说了 她第一时间就通知了我 她第一时间就通知了我 这个面子我总要给她吧 但这样的话 她不是给公司 又立下一项大工吗 要不然呢 既然这个石红光找到了张红兴 就说明还是蛮看重她的 你不让她做 她也会去找别人 她现在都是敏感时期了 她这样的话 会把你的风头全部都抢去 是 要不然说你还年轻呢 以我对维卡的了解 她是不会回来了 并且维卡在总部呢 顶多就有个建议权 没有任何的决策权 再说了 现在公司的代理总裁是谁啊 是我呀 就算破牌干得再漂亮 这个业绩也是算我头上 何乐而不为呢 你这么说也有道理 什么事啊 都动动脑子 莉莉 给你商量件事 马萨 你也去忙吧 破牌 有什么事你就吩咐 你说你跟我还客气什么呀 是这样 最近这个案子吧 时间紧 任务重 我底下的人都已经超复合工作了 完成还是有困难 明显是人手不足 需要点人手帮忙 没问题 你列个单子给我 我亲自去协调 是这样 考虑到调来的人吧 不了解我们创业部的工作流程跟方式 还需要时间适应跟训练 我是这么想的 杰瑞本来就是我的助手 对于我的想法跟习惯都很了解 如果他能够回来的话 事情会简单很多 破牌呀 你说你这不是为难我吗 杰瑞违反的是公司的铁规定 这个你是知道的 你说我就随随便便让他回来了 这以后公司怎么管呀 文总 特殊使其用特殊的办法 为了抗牌 我希望你能支持一下 张总言中了 那要不这样 秦鑫留职的处分不变 先让他回来参与这个项目 劳务马以补助的行使发 等这个项目一结束 我们再讨论他的下一步取留 我觉得吧 规定就是规定 希望你能理解 行 你说算 你来我公司干吗呀 我介绍一下啊 这有律师邱律师 这有前妻关美扬 我挨打那天呢 她是见证人 关小姐您好 你有事吗 我有事啊 我要告张宏欣和那个什么上官 所以我带律师来取证啊 您只要把那天发生的事情 复述一遍就可以了 你闹够了没有 这件事情那天的派出所已经了结了 是这样 派出所处理的呢 只是治安事件 关于这个民事赔偿部分 还得由法院来判决 第一 我不会做假证的 第二 这是我的公司 请你马上出去 不是 没有 你跟张宏欣都分手了 你看在儿子份上 你帮我一回怎么了 你再不出去信不信我叫保安 行啊 那随便你 这个你拿好啊 张宏欣我是告定了 这个你也别撕了 我家里一大堆 喂 Angela 我正要找你 那一万美金你收着了吗 Angela 这个钱是狗换银行的 你为什么还不要跟我说实话呢 实话 Angela 你不要再提骗我了 你做提货的一部分保证金 是去地下钱庄借高利贷财照上的 不是吗 是 那这还是 这还不是怪我之前 那个股票经纪人吗 他老是让我买这买那的 是让我挣了些钱 可他心太黑了 每次拿到那么多 我心疼啊 我给你一个建议吧 你最近最好 就还是不要回来得好 别回来 我可是有绿卡的人啊 我只能在中国待半年 要不然我那绿卡就作废了 比起绿卡 我还是觉得性命更重要吧 喂 喂 我没说完呢 这么多钱我上哪儿忘记了 点儿子 再配上核桃 再配上核桃 这么结实 你还没有处理 再配上核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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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不错呀 长了点啊 还真在呀 这放个东西是万年不变的 好 我两个不来 林老师 总没练球啊 我今天下午去 下午见啊 好 下午学长见 妈 您回来了 不是跟你说过了吗 别这么叫我 叫我林老师 这么多年不是叫习惯了吗 您先别拿 过来啊 干吗呀你 干吗 干吗 拉拉扯扯的 这是我昨天给你买的野核桃 吃得特别好 我专门给你砸好了 吃着方便 这么多年 今天还是头一回啊 看您说的 我那时候不是年轻不懂事吗 这个 这个吃得也好啊 这么说这几年在美国学懂事了 不瞒您 这几年我在美国炒西货 还真挣了不少钱 省着点花 还有女儿呢 钱又不是大风刮来的 谁挣都不容易 您还真说对了 在美国炒西货 这钱还真跟大风刮来的 是一样的 你把钱投进去 什么都不用管了 在家挡着就能赚钱呢 哪有这种好事啊 当然是真的了 要不您看在美国人都有钱呢 你跟洪星这点工资 就放到银行里那点利息 有什么用啊 要不您就给我 我有熟人拿出去 没几个月包您能挣大钱 我跟你说 这辈子我都没有想过要挣大钱 还真有这种好事啊 看您这态度是想投的 行啊 我刚才买菜生了五十多块 给我全投进去吧 妈 这几十块钱可真不行 那就没钱了 家里存款都没了 没存款了 这些年您的工资 怎么也能存个十万八万的吧 你不说这个还行 一说这个我就贩毒 怎么了 家里的存款 都让洪星啊借给关美洋了 我说张洪星脑子进水了吧 那女人哄他两句 就把钱给人抱过去了 你说他们正常谈恋爱结婚 那我也就算了 这关美洋拿我们的钱啊 给他前夫还债去了 什么 看这张洪星脑子不只是进水了吧 被门挤坏了吧 给人前夫了吧钱 所以说呀 总管没了 你这核桃呀也白砸了 陈小林 你给我过来 妈怎么了 你有什么早的早的核桃啊 就你手里的锤子呀 这是我的门前 你这 天哪 出什么事了 老太太这么着急让我回来 不知道啊 你又惹老太太生气了 我干吗惹他生气啊 今早上我给他砸核桃 吃得可高兴了 你干吗去啊 我跟朋友约了吃饭 我跟你说了啊 晚了 妈 你回来了 怎么了 这么专重 你自己看看吧 把我的球杆啊 当锤子使了 妈 您别生气 回头我给你买一个新的球杆 你再忍耐两天 他很快就回美国了 我可忍不了了 你自己跟他战斗吧 我去你舅舅家 你送我一次 你不能走 咱们得团结一支对外 我耗不起了 我眼不见为尽 你送我 谢谢行 您别生气 我送你 我明把家里钥匙 咱那胖盆底下 这个习惯没赶 要不然他怎么进进来 我们家的门呢 我哪知道 他还记着这个呀 你只要把他弄走 你让妈干什么都行 prest手 …… 直接走 你未成 组织 你过来 我不替 alcanz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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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在我这儿一亩三亩地儿 就我这算怎么回事啊 我 你腾上发的两眼发黑啊 你这是撞了哪路神仙了 陈晓琳 我前妻 莫名其妙 总没有给我跑过来 现在是赖将我家不走啊 你啊 看来真是犯了桃花节了 要不这些女人 为什么排着队地跟你来战斗啊 林次是比前赴后继的 是她蛮不讲理的 也不太准确 准确地说应该是阴魂不散 是 您不认识什么大师啊 帮我破解过去 瞧不起我 有我在还需要大师吗 我已经替你做过法了 就是因为你 所以才回来 整反了 你真是不认识我的活动 说你正紧的 我这就救你啊 给你倒个喜 倒什么喜 有什么可喜的 从公司打地震 空降了一个大暴 死 死 姐 其实这换领导在我们外 其实很正常的事情 老领导论期到了 新领导过来 没什么问题的 再说 你看总部天高皇帝远的 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啊 这可是天大的事 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 意味着整个批评机要变天了 有那么严重吗 当然严重了 你发现一个问题没有 自从这个大企业上任以来 总部的高层几乎是换了个遍啊 好像是有这个情况 不过就像您说的一样 新官上任三把火 我看换的也都是总部的人 跟我们实在没什么关系 那是因为还没顾上 提拔的人从哪儿来啊 还不是从你们这些 中间力量当中选出来的 并且我还发现一个问题 这次提上去的高层 都是从业务部门上去的 那又怎么样 说明新上任的这位大企业 对手下干将的偏好 不再是管理性的 而是业务性的 咱们公司是业务能力最强啊 这个关键时刻来这么一出 我这个总裁的位置 真是岌岌可危啊 那怎么办呀 我们努力那么久 又让他们减了便宜 我现在烦得很 我没有心思只想那些乱七八糟的事 再说了 那个 丽卡不是默认 温丽丽是她的接班人吗 默认了吗 默认什么意思啊 默认就是没有明确的意见 她说你张工兴不能做总裁了吗 再说了 她是我们的前任 她说的话只能参考 人事裁定 必须是总公司领导来定 也就是说您大有前途 我再说一次 总裁这个位置 我没兴趣 你想争取 我支持你 那不要扯上我 我现在烦着呢 不要再指我 别再 别再指我 李律协 眼前的情况 对我们很不利啊 你放心 我这个代理总裁可不是白当的 我这次倒要让上面知道知道 我温丽丽能不能干业务 喂 你好 哪位 我是张童馨的前妻陈晓霖 我们之前见过的 您回国了 韩萱的话就免了吧 我就在你们公司楼下 你下来一趟吧 有些事咱们得当面聊聊 好啊 那你稍等 好久不见啊 好久不见啊 找我有什么事吗 那我就不管玩抹角了 我们家洪星是借了不少钱给你吧 这是我和他的事情 据我所知 你借钱是为了帮你前夫还债 你前夫的事 应该跟洪星没有什么关系吧 陈小姐 这件事就没必要给你解释 你找我还有别的事吗 是吗 这是洪星家的钥匙 这是洪星家的钥匙 不 准确的应该说是我们家的钥匙 你说我们家的钱 你有必要跟我解释一下吧 你的事呢洪星跟我打过招呼了 我先走了 来 梅阳 你怎么又来了 那个事我想找你再商量一下 我不会给你做假证的 不 怎么说做假证的 医院开的证明清真万确的呀 而且这个事对你也有好处啊 懒得跟你在这儿废话 不是 梅阳 这事真的对你有好处 你想啊 你为我的事情 欠了张洪星这么多钱 他要哪天跟你分手 我已经翻脸了 那你跟儿子不得露出街头啊 夏凡 你是不是以为 所有人都跟你一样是混蛋啊 不是 我是替你未雨绸缪好吗 你只要说两句话 张洪星钱就来了 你欠的债也还清了 我还能有钱 这不双赢吗 这不挺好的嘛 你到底是人吗 当初人家帮你还钱 让你免催坐牢 你倒好 现在反过来敲诈别人 你有没有良心啊 不是 梅阳 当初人家是为了追你 才帮我的好吗 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送你四个字 道德败坏 这懒在跟你说 我没要能呢 咱们这件事 还没聊清楚呢 你着急走什么呀 你们到底有完没完 你就是管美杨的前夫啊 怎么了 我们家洪星那钱 就是借给你的呀 也没什么别的事 我们就想把钱要回来 不是 你谁啊 我的前妻啊 别别别 这钱你别管我要 我先准备告他呢 所以回头谁出钱 还不知道呢 你告诉他 为什么呀 他顾兄打我 我现在二级伤残 为什么呀 坤明 你在想什么 你应该信任的 行了 行了 我跟你说不着 你给我把关美杨叫下来 我跟他聊 我凭什么帮你接关美杨啊 你使唤得找我吗 是阿仁常定欠账还钱 天经地义的事啊 你欠我钱呢 行啊 你跟张红星说去这句话 你告诉他 我们法庭上见 这什么事 不认识的事啊 供应该是?! 妈 你怎么了阿伯伯 我我 这是怎么了 ability 谁哭你了 我全都知道了 你 你都知道了 你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呀 妈妈不是觉得你现在还小吗 可能有些事情你不太懂 我已经不是小孩了 我什么事情都懂了 妈 你告诉我 你是不是因为这个回来找爸爸 算是吧 不过你现在要替妈妈保密 你现在不能告诉别人 你知道吗 为什么呀 妈 我怕你爸为难 你对不起 宝贝 我太爱你了 你知道吗 我放点手术好 你过来休息吧 我天哪 我见钱的事 怎么让他知道了呀 这么张红星知道我们就死定了 如果你的前妻执意不肯为你作证的话 那咱们胜诉的概率要打折扣 那这个法庭就不能强行传害他作证了 你就是民事赔偿 再说了 你能保证他到了法庭之后 向着你说话呀 那倒也是 那咱还有别的什么办法吗 协商赔偿 以我的经验 这任何一个人都不愿意打官司 特别是咱们这个被告啊 一接到律师电话就蒙了 再给他发一个律师函 他呀 应该立刻就会决定协商赔偿 那行 那我觉得你回头啊 在我那个律师函里面 把我的伤势写严重一点 让他们看着就害怕 对吧 夏先生 咱们还得尊重事实 尊重法律 对了 说到这儿我倒是想起来了 到现在为止啊 您还没有给我看过您完整的验商报告 哪怕是复印件都没有 这个您要知道啊 如果对方决定打官司 那这将是非常重要的证明 你说我再想起来 我这 我这伤 伤得太重了 我脑真烫 我 我忘了 你不是说那个 对方也不一定要上大厅吗 那咱这个也一时半火 用不着是吧 我回头给你 我回头给你 喂 你好 是张红星吗 我是夏凡先生聘行的律师 我有什么可以帮你的吗 是这样 前一段时间你指使一个叫上官的人 把夏凡先生打伤了 夏凡先生准备起诉你 但是我觉得在起诉之前呢 我们有必要当面沟通一下 这件事情当时派出所已经处理了 我也给了他医药费 我跟他没什么可沟通的 喂 张红星 你最好能来一趟 我前期关美杨他也来 你来了之后呢 咱们把那个事情啊 该梳理的梳理 该疏通的疏通一下 能够协商的 我们也协商一下 能别的叫他们赢了吗 舍宝 你们在哪儿 行 那我把那个地址 我咱先发给你吧 这也是我律师 张先生 你好 我姓邱 感谢您能来 是这样啊 上次啊你们的人把夏先生 打成了中度脑震荡 所以这次 我想跟你们谈一谈 关于这个索赔的事情 美杨呢 美杨怎么没来 算了 下班 跟你这种人 没什么好聊的 你是告诉我吧 法院怎么判 我怎么赔 不是 张总 咱俩 咱都是挺熟的人了 你说是吧 上了法院谁都不好看 今天邱律师把您叫回来 就是想着说 我们私下商量一下 那个赔偿的数额 我肯定会让步的 你放心吧 我说了 法院怎么判 我怎么赔 赔 赔偿 你怎么进酒不吃吃法酒啊 我这个人确实喝酒 但不是跟什么人都喝 我再告诉你一次 法院怎么判 我怎么赔 对 喂 喂 美杨 你在哪儿 我有事找你 我在办公室啊 你在哪儿啊 正好我有事找你 我是所以没有告诉你 情小里面的事情 是因为 我知道 就跟我不想告诉你 下凡的事是一样的 那现在不一样 再也没有什么人 或者是事 可以挡在我们中间 真的 好啊 是吗 他有什么事 每个人都会乱乐 是吗 是吗 你就是文明星所一样 你不拿一条 你ansa 今儿晚上咱们出去吃 你能告诉我 为什么你要去骚扰美羊吗 美羊 美羊 你叫了个真亲切 我不是去帮你把钱要回来 那钱跟你有什么关系呢 这钱是跟我没什么关系 但是钱跟我闺女有关系啊 再说我不是为了你好吗 我们这钱我闺女有竞争权的啊 你把钱都给别的女人了 你问我闺女怎么办 我懒得跟你说 陈小姐 请你现在立刻马上从我家搬走 我不同意 就算你们的妈妈 已经不是父亲关系的 但是你也不能这么觉醒 说赶他走就赶他走吧 就是啊 还是我闺女知道心疼我 彤彤 你不懂 不就是为了那个姓关的吗 为了一个女人 你居然连亲情都不要 你不会以后连我都不要 你在说什么呢 我算是看态了 你就是一个见色忘义的人 就是 张欧阶 你怎么这样啊 什么滴水针 永泉相貌 是不欠人人情啊 我去要钱为谁啊 还不是为了你为了彤彤 为了这个家吗 你不帮我就算了 还赶我走 你现在就是不可理喻 你能别躲在彤彤后面唱歌吗 你闭嘴 你要敢赶他走 我跟他一起走 彤彤 你怎么了 行 行 他想住多久就住多久 这样子可以吗 我说你爸为了这女人都疯了 给他那么多钱 我说你爸为了这女人都疯了 没事吧 有我的他不敢欺负你 夏凡真的要起诉张红欣啊 我看他是狗急跳墙 鬼迷心窍了 人家前妻在家里赖着不走 上演一出狗血剧 居然没有蒙住你智慧的双眼 这次总算动了点脑子啊 别说没用的行不行 不过话说回来啊 我觉得你们真应该找个律师 好好咨询一下 新冠难断家务事 哪个法官员也管着家务事啊 您现在这个已经不是家务事了好 夏凡起诉了张红欣 冯夕啊 妈 你怎么回来了 我在舅舅家哪待得住啊 你心思手软的我怕你啊 对付不了陈晓琳啊 您别生气了 世界上怎么会有这么死皮赖脸的人 明明不是一家人了 还赖着不走 在家也不打扫不做饭 我刚走两天 你看看家乱成什么样了 简直岂有此理 您就先看在彤彤的份上 再忍在几天吧 我就是看在彤彤份上 才忍着的 您得想办法让她走 查查了吗 什么是二级商杂啊 这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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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度智力减退 不可能吧 下肢高度劫瘫 我得打残才能符合这标准 今天报告肯定有问题啊 你看看那个就就就那下班 从头到脚哪儿像二级商杂啊 我估计她是跟她美国的老公闹矛盾了 所以才跑回来的 但我确实也没想明白 为什么彤彤突然之间跟她这么亲人 总之为了彤彤 咱们就多忍耐几点 那怎么老住着也不行啊 您别着急啊 我猜她也待不了多久 那个她现在已经有美国绿卡了 按照那边的规定 如果超过半年不在的话 她就失去永久居留权了 所以我想她也待不了多久了 是吗 那要住着 咱们得给她立点规矩 行吗 行 当然行 夏凡 我想好了 我觉得你说得特别对 我跟张忧兴的已经分手了 你说她再来跟我我要钱 我没钱给她呀 所以我决定 我帮你 你决定帮我作证啊 我不仅决定帮你作证 我还决定帮你把这事情做实 那你怎么帮我把事做实啊 来 凡哥 看看 这个印章上写的什么 念念 分局鉴定科啊 这个 对啊 鉴定科 嗯 我再好好看看你 念念看 每个字都念一下 分局鉴定科嘛 应该没有错别之对啊 是吧 咋了 你能不能长点脑子啊 商残鉴定不是分局鉴定科出的 可是残联 你知道二级商残什么样吗 要不要我们俩现在帮帮你 让你知道知道 这么着吧 我呢再给你投资四百块 你呢费点心 弄个稍微真点的这个证明 到时候你讹成了张红星 利润可以分我一半 是吧 凡哥 说不定那你俩什么意思呢 你知不知道 私造伪证是违法的 你信不信我告你啊 美人 你得看在我凡哥是你前夫的份上 你还可以去牢里给他送送牢饭什么的 到时候要不然他在社会上呀 这个挨饿 饿肚子 还得动脑子挣钱吃饭呢 是不是我凡哥 还真是啊 不行 我 我伤得 伤得太重了 我 我得先走吧 不是吧 鉴于陈晓菱同志信用卡毁损 在赞助期间允许小额度贷款 但是要按照银行规定的利息还款 那利息上中国银行那还是按美联储的 你可真是的 你花的 借的都是人民币 你说呢 那可不行 还的可是美元 现在兑换率越来越低 通货膨胀天天都在涨 那我不亏大了 行啊 那照市行的汇率还款 可以了吧 就这样吧 谁叫我寄人篱下 第二条 赞助期间 陈晓菱同志要做一些 力所能及的家务 不可一来身手办来张口 我什么时候一来身手办来张口了 我不是还给妈砸核桃了吗 再加一条 不许再碰我新的门球杆啊 不许碰新的门球杆 去吧 对更好 先杀旁人的骄傲 谁也不动摇 这一切是我想要 亲爱亲手拥抱 到你爱了有多少 人还漂亮 重期待你我常在 相约再见的未来 就算年年月月 晚晚早早 当相遇来的 爱如平淡却这样好 天生爱人 还是匆匆忙忙忙忙忙忙忙 爱你不知道 幸福来临前欲章 爱你不要梦 你我指尖都知晓 快乐翻黑似海洋 浪漫这几秒 真爱它已经来到 想要纷纷渺渺暮暮朝朝 存在你心上 忘掉曾经一段苦恼 邂逅美好 我推成跌跌撞撞纷纷扰扰 灵魂却向你开放 爱和我人也无据紧张 就算年年月月晚晚糟糟 等相遇来到 爱若平淡却折扬航 天生爱人 还是匆匆忙忙来了忘忘 爱你不值得 幸福来临情欲章 尘埃落定般大浪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